停 停 停 你干嘛你 今天喜还没开锣呢 你干什么 我找人 你找谁啊 于慧兰 你是他什么人啊 我是他爹 你是什么人啊 我是这管事 他呀 在里边呢 走吧 走吧 我带你过去 走吧 我带你过去 走 娘 您多吃点豆腐 我早说过了 这姑娘不简单啊 是啊 太不简单了 谁家要是娶了她这样的媳妇 恐怕公婆都要折寿三年 哪嫁得住她这份威风啊 小姑这话 说得倒有几分道理啊 娘 我是怕你娶了媳妇 忘了娘 来 吃下 不能 不能 舅妈 可儿小姐亲自下厨 而且盛天管带我们 这桌私房菜 您这是何必呢 对 不 伯母说得对极了 痴心父母古来多 孝顺儿孙谁见了 可儿不敢高攀曹家 更不敢让你们母子为难 这么说 好像是我让你为难了 不敢 虽然我还是个姑娘家 但是我见过的 听过的事情也不少 这年头啊 做人家儿媳妇 就像刚才那个开水白菜一样 不仅全身挨针扎个通透 还要经过三熬三嫂三吊 我想想就害怕 更不用说真的嫁人了 好厉害的小姑娘 你细唱得好 真没想到 她说得比唱得还好 是啊 伯母 我不明白 您是什么意思 不懂啊 不懂我就说得明白一点 胆子不小啊 赵康 嗯 站起来 怎么多人呢 站起来 不就是站起来吗 干嘛那么凶啊 正好做累了 站好挺好的 你们几个给我合起伙来唱一出 狸猫换太子 让他冒充秦可儿来糊弄我 他 他不是秦可儿吗 没错 他确实不是秦可儿 但是 真正要说到厉害 那他还许你三分呢 这蒙人的本事 他比你可差远喽 老爷 您这是画里有画啊 那您是怎么知道他是假冒的呢 看你不也是一面吃一面喝 一面骂一面损吗 这还不够厉害啊 戏还不过瘾哪 我不说破 是因为 我给你们所有人都留面子 老爷请 伯母 你们别吵了 是非一天杏 你就是 上路了 这有点 有点 是 真的 你确定是 你们口口声声说细子细子 细子怎么了 细子也是人生父母养的呀 他们有的是家遭变故 有的是三餐不济 不得不从小就背井临乡 在皮鞭底下讨生活 他们吃的苦 遭的罪不比别的行当少啊 怎么就被人看不起了 你们这样公平吗 公平不公平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啊 这是老古人说的 老古人 老古人也有错的时候啊 你们不但不让赵康少爷 跟可儿小姐来往 还说什么 永远不让她进曹家的门 她是实在没办法了 才让我这个小厨娘 演了这一出假风虚晃 你不要脸 蒙人你还蒙出理来了 我 小姑 小姑娘说的也没错 这黎元航啊 其中的辛酸苦辣 是咱们这些外行 不了解的 所以呢 也是我们看人不起在先 他说的还是有道理 看看 都看看 什么叫理解 娘 那您的意思 是答应我跟可儿啊 我答应了吗 我只是说他说的有理 仅此而已 我骗了大家是我不对 我向大家道歉 也希望伯母原谅我 对不起 以后我没叫你坐下 我会让你坐下 我会让你坐下 你就不能坐下 那 坐下 我说于老爷 您看 西石呢 原来您就是惠兰的爹啊 惠兰马上就回来了 你先别着急啊 不着急 好 那我问问你 如果是你几天几夜不回家 你的爹娘急不急啊 老伯 您这话说的是不是有点重了 惠兰是他自己要过来做厨娘的 也没有人强迫他呀 我的女儿 是一个清清白白的大闺女 被你们弄到这儿 阴阳交错出乖卖丑 还给我上了报 你说 这是不是强迫 回来姑娘 你还真有一套 我舅妈对您想好极了 只要伯母开心就好了 对啊 我还没谢谢您啊 来 把这个拿着 您啊 还真是个福星 不不不 赵看少爷 这个我真不能收 你呀 就拿着吧 就是 和我别客家 我哥说了 你就是我们曹家的福星 不如将计就计 嫁给我们曹家吧 不不不 赵看少爷 我真的不能收 您还是拿回去吧 不行 我哥让我给你的 你拿着吧 我 我真的不能收 贵兰 你收下吧 贵兰 我不能收 大院出事情了 你快点给我走吧 出什么事了 这件事情跟你没有关系 你就不要瞎操心了 走吧 爹 爹 我好得很 你不用操心 你好什么好 你一个大姑娘家 你跑到戏班子里 去当厨娘 你还跑到台上去唱戏 照片都上报了 这成何体统啊 爹 我从小就喜欢唱戏 你又不是不知道 你以前怎么不说过呀 再说了 台上那些都是昆灵 这有什么要紧的 爹就是喜欢瞎操心 你 行 爹说不过你 爹不跟你说了 跟爹回去 我不 怎么了 还跟你娘怒气呢 你知道不知道 你走这几天 你娘没睡过一个安生觉 每天晚上做梦 都叫你的名字 天天哭着喊着 让我出来找你 我今天可算找着你了 我没个娘怒气 我也很想她 可是爹 我现在不能说走就走 我还想跟宋嫂 多学一点做菜的手艺 说不定哪天 我能让爷爷的手艺 重现江湖 替爷爷争回面子 惠兰有出息 好 你不走 爹也不走 我就在这客栈里住下了 我不放心你 我得看着你 不行 爹 你这分明就是监视我 人家又不是小孩子了 你干嘛非得盯着我呀 这孩子在父母眼里 永远都是小孩子 那哪个不是含在嘴里怕话了 拿在手里怕摔了 你懂不懂啊 我懂 你那是假懂 你将来要是有了自己的孩子 才能知道 什么叫养儿方知父母恩 我看爹啊 你是想让我早点儿嫁人 好跟娘早点儿抱孙子 对不对 那当然了 你现在可是个大姑娘了 要是能早日成家 有自己的孩子 我跟你娘 能抱上一个大孙子 那我们当然高兴了 爹 蛮动不动 他就要得盯着 是 你的手 真啊 吓 consider 是 残疑 我 好 有 对 我们 不错 就这个姑娘 聪明有胆识 哪个姑娘聪明有胆识啊 正好跟你商量一下儿子结婚的事情 这孩子成天在社会上给我乱跑 不务正业 老大不晓得了 可能找一房媳妇能够收手他的心 这么说 你是同意赵康娶秦可儿了 你哪只耳朵听到我同意赵康跟秦可儿了 不是 你刚刚不是说你没瞧不起戏子吗 我瞧不瞧得起戏子跟我儿子选媳妇那是两码事 她是咱们曹家唯一的香火 她娶媳妇是曹家的大事 必须得精挑细选 是 是必须得精挑细选 照我看我觉得那个小初娘还不错 敢跟你这样当面罗对面鼓顶着干 这我相信在您的调教之下 一定会成为一个人才的 你说话别总是这么寒沙摄影的好不好 是 那个小姑娘我也觉得不错 只有她那样的聪明劲跟个性 才能挑起曹家这片天 是吗 那难道如果赵康娶到那姑娘你也愿意 那我也得看看她的出身怎么样 我警告你 儿子是我唯一的命根子 也是曹家唯一的独苗 在她的婚姻大事上 你别给我出什么幺蛾子 否则我不会放过你 结婚不是随便找一个女人传宗接代就可以的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你在跟我翻旧账是吧 我已经上过一次当了 我绝对不允许第二次 举嫂 你说什么 你再跟我说一遍 我想 娶那个慧蓝姑娘 我想让你和爸去 去 去提亲 你给我闭嘴 谁你不好挑 骗给我挑一朵烂桃花 娘 你说话别见酸刻薄 我跟慧蓝姑娘接触一段时间了 她不像你说的那种人 她清清白白的 出于你而不染 能举到这样的姑娘 是福气 你是瞎了眼啊 一个戏班子里的小厨娘 敢跟明诀抢风头 挡着那么多记者的面 脱鞋子给人拍照 还登上了报纸 这叫什么出于你而不染 我说她是烂桃花算客气的 我看她根本就是跟那帮戏子同流合污 根本是一滩烂泥 娘 你怎么能信报纸上写的呢 你又不是没见过她 舅妈和舅舅都说她人品可好了 那 那是他们吃人家的嘴软 我可没那么好打法 我倒是觉得呀 那姑娘挺好的 你觉得不错 那你去许她当姨太太呀 一千万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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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 我哥跟赵康爷儿俩在内 个个都在使心眼玩阴的 那你说 他们使心眼玩阴的图什么呀 不就图曹家这块肥肉吗 都想狠狠地咬一口 不过 还是那个大扫巴最厉害 大扫巴是谁 你嫂子呀 对对对 简直一个篱笆夹得紧 黄狗钻不进 你的房子 我脱子 你不说 然后你从他要求 你不能去 那你这人 这人要 试句 我相信 把你闻了 我相信 你不想过 所以说你不如赵康啊 你看我干吗 你更没用 连我跟半个小侄头都不如 跟着你啊 只能每天受人欺负 第三加四 那家产的事 我跟他提了好多次了 他不理不睬 再说了 谁让你娘当初把家爷都交给他 让他一个人打理 我有什么办法呀 那就请娘出来评礼啊 请谁 娘 她都死了好几年了 你是说把他老人家 从地里边挖出来啊 我说你笨吧 你怎么这么笨哪 金碎金碎 我说你什么好啊你 你们放心吧 我们是来打听的 不是来告状的 曹老爷 您说笑了呀 对我 这爷爷 你怎么这么说 真是 这爷爷那么说 他楠总是 毁八九 你恻召她了 我呀 是啊 可是没办法呀 剃头还是修面 我爹说了算 这 这样啊 应该的 应该的 我知道 于慧兰不是你陈仪群仙班的弟子 他也没有什么孰不孰身的事 这说白一点呢 他就是无力可图 但是 如果你愿意帮助我们父子遇成此事 我们爷俩必定有重谢 这 您别这么说呀 曹大爷 这个忙 我帮不上啊 这帮不帮得上忙 就看你用不用心了 这事姑且不说 今天呢 我只是来喝茶 身边想先来瞧一瞧细丹 可是慧兰他不会再上台了呀 不是 你误会了 我爹的意思是说 想打听一下 我爹的意思是说 在谁家图这事 too 他也不是闹着 他真好看 我爹的意思是要出品的 你得到帮他 看这个姿势 都不看你了 有点啊 什么大名 我见过 挺精明厉害的一个人 叫 叫 于春荣 于春荣 没错 前几天为了找他女儿 还到我们这儿大闹了一场呢 爹 您认识他 爹 爹 你 你怎么了 好 太游戏了 游戏 有戏